新人员林一如曾因为一个月的电费多达6000元 让他大伤脑筋 于是他卷起衣袖开始研究 终于成为省电达人 他透过在住家前院种植绿素 减少膝塞降低室内温度 透过开窗让室内保持通风 并养成水手拔插头的良好习惯 成功较去年同期省下470度的电 是南投区解电量的第一名 并被台电选为省电达人 尤其我们现在知道地球暖化 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 每个人可以变成生活中的习惯 可以生到很多电 包括一如也同样 在这里跟我们的乡亲做到拳头 我自己的方法是在我们的厨房 这里来建一些厨房 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凉 以外就可以監視到我们用到电风 冷气 顶顶这些电器用品 出门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厨房 没有用这些电器用品的电子刷掉 林一元也说 透过关闭太阳能热水器的自动加热装置 让他省下许多电费 也希望大家一起节能检探爱地球 我们在这里也把乡亲报告 一如台湘不知道的时候 都选择这个自动加温 让我们的热水在一天当中不断的来加热 所以也浪费很多电 在我们近年都来同年期 来内的节省电能 来的算是前几名 所以受我们这个台电的一个表扬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生活改变 就可以来生到电 也可以生到情 所以说希望我们乡亲 大家可以跟一如同样 为我们的生活来做起 我相信说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荷包 来节省以外 也让我们自己生活的更有智慧 台电也赠送脚踏车一台给林一元 表扬他在节省能源上的努力 也希望民众一起起而效法 在这边我们是配合国家的政策 也推行这个就是省电方面的一些措施 那目前推行的有一些就是县市的节电比赛 折扣比赛 另外还有这个省电达人的这个表扬 奖励 那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对这个节省能源 大家来身体力行 那对国家的这个节能的这个政策 做一点贡献 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 不但可以节省电费 还可以守护地球 林一元也说 只要从改变生活习惯做起 节电并不困难 也希望民众一起落实省电爱护环境 明日新闻请汉文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